沒有紅燈去塞車 走近一看兩台機車 雙雙倒在前方 碎片噴了一滴 徐欣夫人騎機車 自撞臨停在路邊的小貨車 就在對方無姓駕駛 拿出三角錐 才剛駕在車道上 又二度出事 駕姓阿伯騎機車撞上三角錐 往前滑行攀倒在滾燙柏油路上 全身多處掛採 救護車十萬火急穿過車陣 趕緊將阿伯抬離高溫路面 前幾天正中午烈日當頭 雲林圓掌鄉客錯路上 富人先撞靜止中的貨車 阿伯又撞車主警示用的三角錐 幸好阿伯宋一號皮外傷沒有生命危險 過去二度車禍大多是追撞前方事故車 轄區警方說還是頭一次遇到 本來用來警示的三角錐 反倒成了撞擊摔車的原因 三地新聞 廖宜德 雲林報導 gemeinsam 順港